肝结石严重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李军辉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 肝结石这个概念 在我们医学上 很少提及肝结石的概念 我想网友可能要问的是 肝脏内的一些钙化灶 类似于结石的一些钙化灶 他问它严重不严重 当然如果针对的是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也是根据他病情的不同 或者是引起这个钙化灶的 这个原因的不同 它的严重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就是肝脏的一些 确实的一些钙化灶 我们比如说在做B超 或者在做CT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肝脏上 有一个很亮的这个结节 我们就是在CT的报告上 它就给你显示是一个 肝脏的钙化灶 但是病人没有任何的不适 这个就是说 可能是不需要做特殊处理的 它也不严重 但是有的是一些 比如说是一些炎症引起来的 一些炎症引起来的 或者是一些 比如说寄生虫引起感染 引起来一些钙化灶的话 可能需要一些处理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严重的 就是比如说干燥的一些肿瘤 一些肝癌啊 或者是转移性的一些肝癌 它也有可能在肿瘤内部 发生一些钙化灶 那这种情况呢 可能就会比较严重了 因为是恶性肿瘤 尤其是一些转移灶 它可能会危及到病人的生命 像这种情况下 都是比较严重 但是我们大多数所见的 这个钙化灶呢 它都是一些 良性的一些钙化的结节 这个是不严重的 也不需要特殊的处理 有点又是不严重的 又是个凶化 人温酒 某历 很酷